大家好,我是可嘉妈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相信有很多人都有便秘的困扰 一旦便秘,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去吃香蕉来缓解便秘 虽然香蕉是有缓解便秘的功效 但是发现很多人都吃错了 香蕉这样吃,它的缓解便秘效果会翻20倍 香蕉如果买回来直接就这样吃的话,效果并不理想 如果您今天看到这个视频的话 那么您一定要收藏起来,或许哪天你就用得上了 它的通便效果堪比吃蟹药 香蕉一般是在果皮变绿时就采摘了 为了方便润输以及储存,一些香蕉表皮变缓 但依然是坚硬,口感发色 那样是不好吃的 这种香蕉是没有熟透的香蕉 没有熟透的香蕉含有很高的丹磷酸 而丹磷酸不仅能与食品中的蛋白质结合 生成丹磷蛋白 而且还能够降低肠道的蠕动能力 抑制胃肠叶的分泌 丹磷酸也有特别强的色味 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可使便秘会更加的严重 所以我们在购买香蕉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比较成熟一点的香蕉 香蕉富含上食纤维 天然的果胶等 它可以改善便秘 这些物质能够增大小肠的容积 使大便蠕动 使大便次数增多 另外香蕉中还富含钾 能够使肠内的肌肉收缩 松弛 从而促进肠胃蠕动 使大便蠕动 然而100克的香蕉 只含有2克的膳食纤维 比梨或龙果等水果都要少得多 香蕉含有很少的水分 如果您想要通过单吃香蕉 刺激肠道蠕动的话 缓解便目的话 那效果是特别微妙的 用香蕉搭配以下这几种食物 这样吃的话 效果会翻上几十倍 我们首先准备成熟的香蕉一根 先把皮扒去 然后切成像这样的块状 切好先把它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两片的紫甘蓝 紫甘蓝营养丰富 含丰富的维生素B和C、E、叶酸 还有花青素和上石纤维等 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紫甘蓝本身富含维生素E 加上有一定的花青素 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 能够保护身体免受自由及损伤 有助于细胞的更新 能够促进维护皮肤健康 另外紫甘蓝还可以起到保护肝脏的作用 因为紫甘蓝富含铁元素 对肝脏有一定的益处 紫甘蓝还富含上石纤维 孕妇适量的吃一些紫甘蓝 可以补充上石纤维 促进肠胃蠕动 减轻怀孕期间 常有的便秘症状 能够促进胃肠消化 增强对营养的吸收 改善胃口 增强食欲 还能够保护心脑血管 因为其中含有钾特别多 可以帮助心脏调节 电解质平衡 从而稳定血压 紫甘蓝中还含有一些植物化学物质 具有很好的抗癌活性 有助于降低患癌症的风险 紫甘蓝上面含有一层白色的酸状 这一层没有关系 我们只要把泥土清洗干净就可以了 然后去除它的梗 再把紫甘蓝叶切碎就可以了 切好之后把它和香蕉放在一起 接下来我们准备适量的原味燕麦片 燕麦是一种富含多种 有益生物活性物质的食物 相较于其他穀物 它更优越 燕麦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不饱和脂肪酸 可溶性上食纤维 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对身体有很大的益处 而且它适合于大多数人群食用 不管是老人 孩子 或者是患有三高人群 都适合吃 它可以当作早餐 或者是午餐 晚餐 都可以把它当作主食来食用 燕麦被称为是天然的肠道清道夫 它含丰富的膳食纤维 可以促进肠胃蠕动 对于便秘的人群来说 它是有很好的治疗效果的 尤其是对于许多身体比较虚弱 很容易出现大便干燥 或者是便秘的中老年朋友来说 多吃燕麦的话 能起到十分不错的改善效果 燕麦中含有的上食纤维量很高 脂肪含量却很低 而且它的饱腹感很强 对于脂肪的吸收 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这些优点都让它成为了 减肥人群最完美的美食 坚持食用的话 对于控制体重有一定的帮助 特别是三高人群吃的话 能够很好的稳定血糖 降低血压 降低胆固醇 提高身体免疫力 因为燕麦中含有丰富的普聚糖 有助于增强身体免疫力 健壮身体 预防疾病 燕麦可以选择像这种 即食燕麦 这种也是纯燕麦 开水一冲就可以吃的这种 是不需要清洗的 最后我们再来准备两颗的红枣 先把它清洗干净 用剪刀把果肉剪下来 枣和去除 自古以来 红枣就被视为是一种重要的营养食品 含丰富的营养成分和多种功效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健康的关注不断提升 红枣的药用价值和文化内涵 也得到了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每天吃一把红枣 不仅为身体提供足够的营养 还具有美容养颜 预防便秘的作用 红枣中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果胶 这些成分是可以增加粪便体积的 能够软化粪便 促进肠道蠕动 能起到很好的预防便秘作用 同时膳食纤维还可以清除肠道类的毒素和垃圾 有助于预防肠道疾病和肠癌等 红枣虽然好处非常多 但是我们每天使用的量不宜过多 控制在3-5颗之间就可以了 接下来把准备好的食材全部一起倒入破壁机中 如果没有破壁机也可以直接煮成燕麦粥 用豆浆键把它打成豆浆状就可以了 这做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一个小红星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但对我来说可以让我高兴一整天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麻烦您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星吧 辛苦大家了 时间到后把打好的燕麦香蕉糊直接倒入碗中就可以喝了 香浓湿滑口感非常的好 香蕉煮熟了吃它的通便效果是要翻上20倍的 所以大家记住了想要通便效果好千万不要直接吃香蕉了 像我这样做不仅通便效果好还有非常好的饱腹感 对于减肥人群来说也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食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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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